因為即將卸任這個法務部長的 這個鄭明謙事實上 那麼他自己認識的台北地檢署 長期跟連政署配合作案 辦案就對了 所以配合辦案了以後 我覺得他有一種默契存在 連政署來辦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還有就是調局 畢竟有的時候 裡面內部有些人是 有些人 他的人情包袱會比較重一點 比如說如果地方的調查站 我們台灣有很多很多縣市 尤其是在遠離了都會圈的縣市 其實調查站自己本身 每次到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麼有的時候都會故意避開當地 我要辦這個縣市 我要避開 化縣市辦案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平常必須 調查局也必須有所謂的情資的收集 但問題是人情壓力也大 我如果跳開了以後 直接空降去辦 人情壓力就變成小了 就像當年辦那個 過高平家台人沒桌 我直接從刑事警察局掉下去辦就對了 一舉就見面了 那麼除此之外 事實上我對剛剛這個惠敏剛剛所講的 是我今天最納悶的 就是去問黃國昌 問黃國聰 沒有說你黃國聰沒錯 因為他現在都拿一根蔥 柯文哲跟一根蔥 所以我們把他連結叫 柯文哲算哪根蔥 就是這樣子 黃國聰他講說 那麼他信任柯文哲百分之百青年 說柯文哲都吃便當 而且都吃得好快 我不知道這什麼連結 吃便當吃好快等於很清廉嗎 這什麼跟什麼東西 這什麼的邏輯 你的老師是誰 噎到 不是清廉 你的老師是誰 為什麼教你 你為什麼可以拿到律師之照 莫名其妙 因為吃便當跟吃很快 跟清廉沒有關係 我知道我這樣講你會笑我 但是我還是必須這樣講 然後他前面還講 他是抱著這個決心的 人家說柯文哲去見神經金 柯文哲馬上就 他們要否認 柯文哲說 見面跟弊案是兩回事 我當然知道 見面跟弊案是兩回事 我當然知道 可是問題是那你為什麼去見 為什麼你的連證相關的登錄 沒有呢 黃國昌說 因為當市長 每天要見很多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黃國昌為什麼要 對台北市警察局長張榮興 被人家爆說一年前 還一年前的是 那麼有議員 有另外的民政局長 約他們去吃個飯 在座有一位青山公的主委 也是在頭老頭的 你為什麼黃國昌 拿這個事情來講 那個警察局長 每天要見很多人不是嗎 你同樣的標準 兩標 雙標 你對黃國昌要求不多 一字的標準就好 我沒有對他 我連一字的標準 我都沒有要求你知道嗎 因為做不到 十年前我們也相信黃國昌 是爭取台灣民主的太陽花學運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除此之外 我覺得他們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柯文哲有個解釋 我覺得蠻好笑的 為什麼 他說這些預算 都是議員通過的 你看 減淑培民進黨贏家 許淑華贏家對不對 國民黨有所謂贏家 都是你們通過的 難道你們當年通過的時候 是白插嗎 你知道嗎 我們還要嗶嗶 你知道嗎 難道你們通過的時候 那時候 你們通過這個預算 你們現在說什麼問題 笑死人 議員通過預算的時候 是給你市政府要做事情一筆錢 然後通過讓你好好去做 所以柯文哲都 我們這關雙標 故意用這種語言 然後來模糊 那麼把這個焦點給弄掉 所以沒想到現在 又出了一個小柯文哲 就叫黃國昌 請解釋一下 吃病人吃很快 跟你的青年有什麼關係 我想請問一下蘇培 這個金華城 他一直希望更多樓地板面積 他是載商延商對不對 所以他為此告了台北市政府 對 市政府確定勝訴之後 柯文哲沒有管這個勝訴的結論 直接送給他更多的樓地板面積 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這脈絡追下來發現 沈靜晶很認真在經營柯文哲 是啊 所以柯文哲 這一件事情從被爆出來到現在 柯文哲有解釋過內容嗎 沒有耶 他只有說 民進黨已經打了一個月了 有打出一個什麼東西來嗎 然後這個小平哥去告他 有關國菜市場這一件事情 他就轉移焦點了 他就說議員是白 當時審預算的時候沒有看到嗎 您是被告 黑金的被告 怎麼沒有打出結果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 反正你現在丟出越多東西 我就截取片段去回答你 但真正的核心問題 2020年11月11號 用專簽核定了給金華城20%的榮獎 你知道在那個時間的前15天 行政法院告訴金華城你敗訴 說那12萬樓地板面積只是一次的 就是你當時改建金華城的時候 用過就算了 之後改建全部不算 有沒有寫在專簽裡面啊 我跟大家報告喔 我們都發局的公務人員 很清楚喔 他寫在專簽裡面 也給他寫清楚 所以柯文哲不能說他不知道 他絕對知道 專簽裡面 我們等一下後製單位 我們那個製作單位後製 去把那個公文拿出來 公文上面就有寫 因為我們已經勝訴 所以沒有補償的條件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理他 那你為什麼最後還給他 他不是都跟地區 他依照都市計畫法第24條 沒有任何容積可以給他 你為什麼還以都跟給他20% 柯文哲到現在這一條喔 這一條他完全不敢回答 所以黃國昌只能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而他相信柯文哲清白的依據 是因為他便當吃很快 我還說我覺得這真太荒謬啊 柯文哲在跟你黃國昌吃便當 他吃很快啦 可是他在跟沈青青吃便當呢 他在跟蔡衍明吃便當呢 從後門來耶 他跑到良明山 去跟星光的吳東進見面的時候 還要換之後才敢進去耶 他在五星級跟這些財團老闆吃飯的時候 全部都在喝紅酒耶 這一些事情黃國昌你沒有看到嗎